男生不喜欢你的三点表现 每天在找你聊天的男生 不一定都喜欢你 不主动找你的男生 不一定是不喜欢你 但是有以下三点情况 男生一定不喜欢你 完全不喜欢你 第一点 就是他会主动找你聊天 但是他总是在聊自己 或者你问他答 当你在聊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变得很敷衍 或者说不太接话 或者说隔了很久才恢复 这种情况 真的是很容易让女生产生疑惑的 你以为他在和你敞开心扉 实际上他只是把你当做情绪的垃圾桶 即使最后勉强在一起了 他也会非常非常的自私 第二点 也是最明显的一点 说自己不想谈恋爱 说最近不适合谈恋爱 这个点就是最常见的言语 婉言的说辞 就是说明他不想和你谈恋爱 也是觉得你不适合跟他谈恋爱 这个时候 如果还和你保持联系的话 摆明了他就是不喜欢你 但是又不想失去你 这样还能享受你对他的好 第三点 轮回或者是不回你的信息 平时他很少主动找你 你要是主动找他 他也会回你 甚至朋友圈还会跟你互动 我称这种行为 是最低成本的维持关系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男生 对你不感兴趣的真实表现 他想什么呢 他就是无聊的时候呢 找你打发一下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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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